重磅介紹 超過1500部經典好戲 已經在Youtube粵語長篇頻道上架了 還快點進來看 記住 按右手邊的鐘仔 那我們一有新片 就會馬上通知你了 他們男人最重要的 就是娶一個好老婆 你猜夫妻間 怎樣才得到美滿幸福的生活呢 我們這套片 就是拿三對夫妻 來講出他們的婚姻生活的 這對是新婚的夫婦 男的叫周家碧 女的就是他的太太 叫李玉蘭 他們剛剛結婚 你看一下 他們兩個多麼恩愛 隔離房那一對 是胡斌和他的太太 他們結婚已經六七年了 當然沒有這麼嚴韌 胡太太一直都很相信他的老公 還形著好像新婚那時候 這麼恩愛 但是胡先生呢 真可憐 他犯了一個毛病 就是人家說的 所謂七年之養 另外這對呢 就是外江老秦始健 和他的肥太太 他們結婚十幾二十年了 正是老夫老妻探過水了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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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你一定是吧 我沒事幹甚麼? 有好笑嗎? 笑你了 笑我甚麼就行了 笑你甚麼? 老王和他輸讀 關我們全體職員上班最遲的 當然是你,誰知道被他贏了 你只是巴士,這麼出奇 巴士… 人家剛好儲了老婆 原來也捨不得上班 阿榮,你那兩首詩說怎麼唸 春宵虎短日告起 從此君王,不早知… 不是要 朝… 我亂帝二十四了 今天我最多請喝茶 好,這樣就行了 行了… 這樣也不通 當然… 你也不通 好… 周仔,喝茶不喝茶就沒問題 不過老婆漂亮也不太有益 老熊,那你又不用嚇周仔的 不是嚇她的 你以為每個女人都像你老婆一樣嗎 老熊,女人始終都是女人 我老婆最初對我很好 又Honey又打零 不夠兩年而已 就跟人家離開了 周仔,我勸你還是小心點好 告訴你吧 老熊 老熊,你這番好意,我很感謝你 不過這個問題,你大可以放心 我不是說誇口 我老婆一等一靠得住 平時不去街 胡太太,你們結婚多久 就快七年了 那我問問你 你們胡先生每天上班 你在家裡覺不覺得悶嗎 悶有時也覺得悶的 不過我過得這麼晚就習慣了 如果要悶得慣,就辛苦了 所以我想出去找點事做一下 出去做事? 是呀,一來不用坐在家裡那麼悶 二來又可以多賺點錢幫家用 不用有家必這麼辛苦,你說對不對嗎 算我就說不好了 一個女人結婚了,應該在家裡打理個家 賺錢養家是男人的責任 他在外面辛辛苦苦做完事回來 我們的責任就是安慰他 讓他舒舒服服,那就分工合作了 你這麼說就是 不過我們的環境跟你們又不一樣 你們在胡先生一個月 成千多元入息 你當然不用出去做事了 他只是熬了幾年才有今天 我不是浪費命,我們胡先生真的很勤奮 他怎麼這麼正經 說起來,我最對不起老婆這件事了 我除了你之外,誰都沒有碰過別的女人 這是你自己的事 現在我想跟你說,是我和你的問題 我和你住了已經兩年多了 做你的黑氏太太也不見得光 你說我還有甚麼人生的樂趣 這倒是,雖然我的心 總覺得很對不起你 你還是覺得對我不住也沒用的 一來我跟你又不是正式夫妻 二來你又不是給我很多錢 我一點享受一點沒有 我怎麼這麼笨跟你熬下去 那你想怎麼樣 想跟你拆檔 散檔? 當然了,我的條件很簡單 第一,你找我B仔回去養 第二,你給我三千元 讓我做些衣服,再出去碰碰運氣 你說怎麼樣就怎麼樣 不過我一時沒那麼多現錢 不適合我分三期給你 每一個月,我給你一千元好不好 這樣也有商量,但是B仔怎麼樣 B仔當然歸我養了 你要等我想辦法搞定我老婆才行 要說真的,搞不定的 那你快點搞定她 行了,我要先回公司了 跟著我,來吧 Hiley 太太 我介紹你認識,這位是劉小姐 劉小姐 陳經理 太太,你又不想拿些錢去買東西 不是,我特意介紹劉小姐來見你 你對我說要請女秘書 請她就好了 有她在樹我來到,認得她很消傷的 她嗎?是,劉小姐打字很聰明 知道不是很聰明,不過學過一下 我的公司請人有個規定年齡 劉小姐這年幾歲 我二十七歲而已 十年前 請經理,你說什麼 不是,我只是說你的年齡 和我公司的規定是三十年 我公司的規定是十八歲至二十一歲而已 對不起,劉小姐 以後有機會,就說了 陳太太,我走了 好… 好,走走走,劉小姐 你真沒辦法 你現在請人來做功夫而已 大幾年多不閒而已 隨便她曉得工作就可以了 你怎麼知道的 年紀大的人作業很淪盡的 誰像你那樣,幾十歲的人 還比他們年輕的女兒 哎呀,你真是說我老了,是嗎 不是,我不說你老 只是說那個劉小姐看起來 比你更老了 是嗎?是你 那想起來是,這麼老做功夫都是差一點的 是嗎?是 Kunny,我現在去洗頭 一會兒你下班,你就去美美接我吧 好… 拜拜… 好,謝謝,九姑 謝謝,九姑 謝謝,謝謝 九姑 謝謝,謝謝 我先給你一點租 好,這麼快 謝謝,多謝 好… 小姐,請上班 好,來吧 你說我還沒結婚就行了 好 小姐,周先生回來了 是呀,阿胡先生,我已經快託你了 行了 我先回去吧 好 家碧 這麼晚,又不是躲起來嚇我嗎? 真的嗎? 家碧,阿胡先生說他們大興公司請了女秘書 他答應介紹我去做而已 介紹你做事?有甚麼好做啊? 我出去做事多份入息嘛,有甚麼不好啊? 阿蘭 我都說你傻的 出去賺事做,賺錢是男人的責任嘛 女人應該在家裡打理家頭世務 出去趴在路面有甚麼好呢? 看不出你這個人的思想這麼古老的 你以為現在還是我們阿嬤的時代嗎? 現在也不知道多少女人出來做事 人家女人出去做事又是人家一件事 總之我認為你不需要出去做事 我現在有三百多元一個月 不是夠開私嗎? 你那三百多元不是僅僅足夠我們目前的生活嗎? 如果現在我們不剩下的錢 將來我們有了弟弟的時候 哪有夠錢呢? 而且我們每個月又要寄些食物 回到大陸給阿嬤的 如果我去做賣事,一來又可以掙點錢 二來我又不用常在家裡那麼悶了嘛 你找事做,找得多少呢? 不是最多一百幾十 不是呀,胡先生說這份工作很高薪水的 薪水高又不輪到你做了 你有甚麼本事賺人二、三百元一個月 甚麼叫沒有本事? 你以為只你會做事,我就不會做了 她說話都橫斑斑的,免得跟你說 阿嬤,你生氣我嗎? 不知道 甚麼? 不是呀 好了…算了,我對不起 如果我們是歡迎你出去做的 那你儘管去試試吧 還生氣? 見禮 不要生氣了 那就一般 馬… 是啊,我不行的,再給他 我…我愛你… 自己帶回去吧 胡先生 周 李小姐,你來得正好 我帶你又去見經理 好呀 跟我來 進來了 經理, 這位李小姐, 陳經理 陳經理 李小姐, 阿胡 你先走出去, 我跟李小姐聊 李小姐 李小姐, 你幾歲了? 二十二歲 是, 哪裡讀書的? 我去年在黎群女子中學畢業的 有沒有學過學界? 有 有 會不會打字? 學過, 不過我打得不是很快 那不要緊 你需要負擔家人的生活費嗎? 不用 那我試用你一個月 如果雙方都滿意的, 就繼續下去 這裡的薪水是一個月三百元 你明天開始上班了 多謝了, 陳經理 你先回去, 明天見 好, 明天見, 陳經理 請 誒 明天說那位這麼漂亮的女子 是誰呀? 我剛剛邀請了女秘書李小姐 解約 我個人都不知道嗎?我怎麼敢做怪呢? 老實說,整個女秘書一定要漂亮一點才好 整天對著她看,眼睛舒服一點而已 做功夫而已,要對眼睛舒服幹什麼? 眼睛看得不舒服怎麼行? 好像你這樣,扮你又漂亮又年輕 我和你都幾十年了 什麼幾十年?十幾年而已 十幾年?我看著你都很舒服的 Honey,我今天梳起的新衣服好不好看? 好像好看,不過看起來不太合襯 什麼不合襯?你懂的東西,這些是新本頭 那又不合襯,不懂得多漂亮 進來吧 經理,整槍行的核同打好了 剛剛那個李小姐,我跟她說就好了 請她聊天去上班 我知道了,我已經把她的工作說了給她聽了 阿吳啊,我只是梳你的身材好不好看 好,你梳這樣的頭,整個年輕一十年都不止 是不是啊?說你不懂事就不懂事了 阿吳現在都說我漂亮 你先出去吧 一個人一定要裝扮的 像我這樣打扮起來,整個年輕了 明天我買幾件牛仔裝過你穿 要你扮成年輕一點跟我拍開 你說好不好? 好,你這麼喜歡,怎麼會說不好呢? 我還說你這麼年輕 你方說你以後自己沒得生嗎? 我們結婚七年了,都還沒有弟弟 將來有沒有得生,都不知道 我在家裡這麼寂寞 胡先生說,拿個小孩回來照顧 就不用我這麼悶了 那倒是呀 如果只有這麼大一個拿回來養 養大了就像親生一樣的 我也是這麼想 所以我想拜託你給我放一聲氣 隨便脆脆乖乖,兩歲打下就對了 好,讓我替你問問人 怎麼今天賺這麼多錢,周太太? 我們慶祝一下嘛 周太太今天找到東西做的 你還欺負 旁邊的老虎真的介紹你去做事嗎? 對了,一講即成 家碧,不過有件事要請你跟我合作才行 如果你去找我那時候 千萬要叫我做李小姐 因為我們經理聲明說 不請結婚的女職員 所以我沒辦法不認是未婚的 是要請那些未結婚的女生 這個經理一定好人有限 她給你多少錢薪水? 失禮,一個月三百塊 一上班就三百塊 那件經理是什麼年紀? 四十多歲左右 你怎麼整個聲音呢? 你這件事有什麼不對嗎? 當然不對,被我猜到了 她簡直是用銀子扔印了 四十多歲的色情中坑 指定要請未結婚的女生 你又沒做過事?一進去就三百塊 還不是想當你是花瓶這麼玩嗎? 你真的跟那些野蠻人沒什麼分別 你居然說我是花瓶 又硬說人家色色 你怎麼知道我不會做事 沒有資格拿人家三百塊身水 幹什麼呀, 胡三 我有些事想問問你 什麼呢? 我老婆是不是要你 跟她找個弟弟哥回來養 是呀, 你喜歡嗎? 喜歡 如果喜歡, 就跟你說話 是呀, 是呀 你不用跟我放聲器了 我已經找到過 明天我寫幾個字 給你一個地址 你給我拿他回來就行了 為什麼你自己又不帶他回來呢? 就是不行 我怕他私人會在外面跟別人生的 實在是不是的 不是, 我怕他私人而已 我送一百塊給你喝茶 你給我手臂行不行? 行, 有茶有什麼都行 你也沒理由的 我出去做事都要幹涉 你以為你是專制魔王嗎? 我不是幹涉你 我是不是你著想的 你自私就真 整天以為你會賺錢 我就不會的 就是這樣 九姑, 現在已經這麼說了吧 行了 你們倆這麼好談 沒有, 我叫九姑 跟我找個好的弟弟哥 不用你擔心, 九姑有分數了吧 我不是這樣說 剛才我走進來的時候 聽見周太太和周先生吵架 是嗎?那我們出去勸架吧 來吧 咬完了 撞了嗎? 不是 怕什麼 算了, 見過禮給你了 這樣認錯 這樣也不原諒我 那我嚇一嚇嘛 來, 告白你吃吧 來 給… 給我一杯 人來了 經理, 有位陳副全先生來找你 請他進來 請他進來 齊勇, 請請請 喂, 這次多住幾天了吧 一距離左右 經理, 打好了 好 我替你介紹一下 哥哥是新加坡來的陳先生 我的弟主顧來的 我的秘書, 李小姐 好 陳先生 李小姐 你拿出去交給胡筆 叫他聯繫那些貨 貨品一起寄出去 好 你打字也打得很快 還說快, 打了半個小時 對了, 這份工作你做了 覺得辛苦嗎 不辛苦 你下午就沒空了 我來找你, 好嗎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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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下午就沒空了 新生意也還來遊樂 我送你, 當然 我自己出去了 送了 李小姐,你們在這兒幹什麼? 沒有,我和你收拾桌面的東西而已 有沒有看過這本? 沒有 這樣就沒事了 以後不准擠我們探明的東西 時間到了,我請你吃午飯 順便交代你的工作範圍 去吃午飯吧 好,讓我先打電話給我太助 什麼?你家裡按了電話嗎? 不是,她出來做事 在哪裡做? 大興公司,她也不知道多好 一出來就三百塊了 我們熬了幾年,只有三百多 大興公司的經理不是姓秦嗎? 這個人很可愛的,你要小心 不要嚇你 亂說二十四 大興公司 請你,玉蘭小姐聽電話 你叫太太,她叫小姐 她還沒結婚 你叫小姐嗎? 喂… 這樣也有 去了街上嗎? 李小姐和經理出去吃午飯 和經理一起出去吃午飯嗎? 那牙煙 請問你知不知道她去哪裡吃午飯嗎?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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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仔,說出來不是說嚇你 現在輪到你了 我老婆就是這樣吃午飯了 吃吃吃就整個吃了她 這些就是前酒了,告訴你 那…那怎麼樣? 有什麼怎麼樣?監視她 我陪你 幹什麼事? 又不知道人在哪裡怎麼監視? 也就是了 喂,我有辦法 大興公司的電話多少 喂,秦經理在這兒嗎? 去了吃午飯? 喂,我就是大宗公司打來的 有很重要的事跟她說 她去哪裡算,你知道嗎? 她去哪裡就別說了 不過她就很喜歡去那間 領光餐廳吃東西的 如果你有什麼重要的事 你不妨去那裡碰一下她 好好好,謝謝 怎麼樣? 行了,跟著來 不妨去那邊 去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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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我們不刻就去旁邊了 不是…那旁邊哪有個位置呢? 那,那怎麼辦? 如果就要坐在這裡 去那邊 去那邊 你找了什麼東西吃呢? 菜鵝飯, 還有加雞蛋, 這位呢?沙拉水 喝沙拉水怎行?吃飯嘛, 不是打架上來是武力的, 吃飯吧 包魚雞吃飯, 加雞蛋 小姐, 你看, 那個循經理馬駱追頭, 李大坦馬駱頭 好, 沒了沒了, 我看不只是前奏曲, 簡直入中隱險時期 那你猜他們說什麼呢? 這麼遠怎麼聽到啊? 不行, 我一定要走過去看看他們怎樣才行 好啊, 我叫你去, 如果打架上來, 我幫忙 好, 慢點, 我們隨便找你, 慢點來 阿蘭, 你在這裡吃飯嗎? 讓我來介紹, 這位是周先生, 這位是陳經理 周先生是我表哥 表哥? 表哥 這位是洪先生 陳先生, 我們也見過面, 不過沒有機會認識 你太太, 我見過她, 沒有跟她賣出來嗎? 沒有, 喝靚小姐, 當然不讓太太一齊來 太太, 太太了, 太太了 拿來拿去船 拿來拿去船 請坐 李小姐, 我要叫她找陳先生 好啊, 不如買一張單, 我先走 啊 火機呀, 買單 哦 你買你的那些就行了, 我們吃的那些我們自己賣 不用客氣, 你是李小姐的表哥 真是自己人 對了, 表哥, 等經理買單就行了 多少錢? 兩張單一共十八個半 不用走, 謝謝 謝謝經理 好, 那我先走 經理, 你沒有遇到嗎? 不要緊 你沒事吧, 經理 不要緊 我先走了 對不起 不要緊 坐上去吧 做甚麼事, 你要特意伸腳來翹脫巡經的? 你有甚麼證明, 說我故意弄跌他? 這麼快就幫著他 他一跌一跌, 就馬上扶著他 還抵抗親密, 你是甚麼理由? 哦, 難道別人跌倒也不扶你這針了? 哼, 我看你故意跟著我們進來鬥氣 真是笑話 這間店我們不能進來的 是你的雙經理要進來的, 是不是? 小姐, 整張桌子被你倒了 哼, 我都還亂質問你, 為甚麼說我是你表哥? 哦, 我們在家講明出來不認夫婦 我現在說你是我表哥, 很得罪你嗎? 得不得罪都不對, 你就來給錢盯運你了 這麼快就跟他出來吃飯, 這麼快就不認老公 阿嫂, 那倒是啦, 老公當表哥是不對的 不關你的事, 你別吵 我問你, 為甚麼你經常說我被他的銀紙扔均勻了? 難道你對我一點信心都沒有嗎? 我們在家講得真清楚楚的嘛 你怎麼可以這麼快就和他吃飯? 我怎麼知道你這麼快就跟他吃飯? 那下去, 那用不容易... 用不容易是甚麼? 我不說你也明白了 我懶得跟你說, 你解釋就是侮辱我 還不追他, 快點追他 去呀, 阿楠, 阿楠, 阿楠 九公說去舖子的兒子回來 這麼久還不回來? 我還煮飯請他吃天的 你心急而已, 路很遠的 現在已經回來了 你怎麼知道路很遠? 九公說的 你猜兒子漂亮不漂亮? 很漂亮的 是嗎? 你怎麼知道? 九公說的 啊, 如果是漂亮就好了 我一定用心去找他 啊, 當然是九公回來了 九公回來了 啊, 九公回來了 是呀 怎麼這麼心急 爸爸 啊, 他 他懂得叫你做爸爸的 我都不知道為甚麼 是呀, 我剛才教了他叫你 叫聲媽媽 爸爸 原來他只懂得叫爸爸 逢人都叫爸爸 兒子真漂亮, 趕快抱抱你 乖, 這麼乖 叫媽媽呢 爸爸 九公, 進來吧 好, 進去吧 我拿東西來玩一下 公仔, 公仔, 公仔 九公, 有沒有幫他帶衣服來 沒有了, 他最好都是這件 我都說父母很狂的 不要緊, 明天媽媽買些漂亮衣服給你穿 胡太太, 她不太漂亮 她的樣子, 像你胡先生那樣 你覺意不覺意, 你看真的 是嗎 是有點像 哪個像 哪個像, 我說一點都不像 今天眼睛好像很舒服 好, 看你眼鏡 那便舒服點 好好的, 你戴眼鏡幹甚麼 你又不是近視 是啊, 這副眼鏡平光的 平光也是, 戴上眼睛, 除了它 人家的眼睛不舒服 關甚麼事, 不要看了, 除了它 哦 我都說你不要出去做事了 一做事就跟我吵架, 有甚麼為了 你自己拿來叫, 誰叫你個吳大方 還說我吳大方? 你一上班就跟人家吃午餐了 人家請我吃午餐, 我有甚麼辦法不去呢 那個秦始見是我經理 秦始見? 我打他是秦始王, 你也不應該陪他出去 做工是在寫字樓做的 工作以外的時間是自己的 你應該陪我吃午餐才對 我真的被你氣死了 我都說他想對我說清楚我做甚麼工作 那我只跟他吃午餐而已 難道這樣也有罪了 好了...就算吃午餐是沒有罪 那你也不應該對他說 說我是你表哥嘛, 表哥 你說來說去都是那一句, 免得浪費 好, 免得浪費 關燈了, 明天早上我要上班了 你以為只你要上班, 我也要上班了 看這幾張報紙才會關燈 那你以前又說就我關燈睡覺 為甚麼現在不關燈 你就我一次也行, 我要看報紙 到底你認不認識的 你幹甚麼 幹甚麼, 看報紙 你說 咳嗚 老鼠呀老鼠呀 老鼠呀老鼠呀 是哪里? 在哪儿? 刚才在我的手里爬过 着灯呀着灯呀 是哪里? 快点着灯呀 是呀 快点着灯呀 不定打吗? 你脱了嘛 放棄了 你走啊 你走啊 好 你來自我嗎 诶诶诶 诶 哈哈哈哈 喂… 老婆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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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麼要自己動手 還好說, 一天你害我 我害你? 你介紹我太太去做事 害得我們倆喊一場大交 真對不起, 周先生 不過你太太立心出去做事 就算我不介紹 她也找別的事做 我不是真的怪你, 跟你開玩笑 對了, 你太太 早上班了 又說有些信趕著要打 不是搞得我自己動手洗碗 喂, 你遲些也上班行不行 行的 你等我一會兒 我等了些東西 和你一起出去喝茶 去了 去了 是呀 我現在在令光餐生 你馬上來 是呀 我想把錢交給你 快點 你家裡多了個弟弟 胡太太沒那麼吃薄 是呀 他不知道多高興 今早早起床臭 是呀 老虎, 我有件事要拜託你 這件事你要負多少責任 甚麼事呢 你介紹我太太進你公司做事 我懷疑你們公司的巡經理 因為一蘭馬, 未曾結婚 好像對他寧有企圖 不會吧 或者我心理作用 猜錯了 不過為了穩陣計 我希望你和我留意下日 行 一如包在我身上 那拜託你了 嗯 喂, 大興公司是嗎 麻煩你叫你玉蘭小姐聽電話 喂, 我是呀 哦, 胡太太呀 你今天不用照顧兒子嗎 哦, 我叫九姑和我照顧兒子 一會兒 我想出來買些小衣服 喂, 你能不能走開呀 我想你陪我去買呀 哦, 行 經理出了去, 我剛剛沒事 可以出來一會兒 你去領光餐室等我 哦, 好, 一會兒見 哦, 讓我來介紹 這位詩小姐, 這位周先生 周先生 詩小姐, 請坐 請坐 喝什麼 鮮橙汁 啊, 橙汁 啊, 橙汁 你爹怎麼樣 哦, 你說我拿回去養兒子 喂, 很可愛 我老婆還很喜歡 哦, 那我替你歡喜 啊, 詩小姐 你上次交代我賣的那件東西 我現在給你賣了 錢在這裡, 買一千元 謝謝, 玉蘭 謝謝, 謝謝 詩小姐, 你看你找些什麼吃 不用客氣了, 喝杯水就行了 鄉先生, 怎麼這麼巧 是啊, 胡太太 咦, 你還沒上班嗎 還沒啊, 我們看見今天沒什麼事 先喝杯茶 坐吧, 胡太太 坐吧 謝謝 阿周, 為什麼你不介紹你女朋友 給我太太吃 啊, 女朋友 是啊 這位是詩小姐, 這位是胡太太 詩小姐, 胡太太 要什麼呢 檸檬茶 哦, 檸檬茶 咦, 怎麼這麼巧 周太太, 坐吧 漂亮 坐過來, 客家, 家人椅子 來, 這裡 喝什麼 喝什麼 檸檬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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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太太, 這麼巧又在這裡喝茶 哦, 胡太太見我出來買東西而已 哦 胡太太有多少弟弟啊 只有一個, 都不是自己生的 我回來養的 他不是很帥的 人家還說他很像我們胡先生 是嗎?不是自己生的也很像胡先生 那胡先生, 你真是很福氣啦 哪兒像啊 是像就像啦, 怕什麼承認呢 周先生 啊 為什麼你還不介紹你女朋友給你太太吃啊 啊, 是啊 我太太 詩小姐 周太, 詩小姐 吳先生, 我還以為詩小姐是你的朋友 不是, 是啊, 周先生的朋友來的 是嗎 是 是 是, 是, 我和詩小姐認識了很久了 以前是舊同事來的 是嗎 是 詩小姐, 以前和我家壁在哪裡做事啊 啊, 曾先生記錯而已 我和他很多年前留舊街坊來 是 啊, 是啊 我真的沒有記性了, 真的沒有記性了 真的沒有記性了 你的記性什麼時候都是這麼差的呢 啊, 家壁啊 嗯 你杯茶喝完了, 我替你倒個杯 真的謝謝 啊, 胡相啊 什麼事啊 經理說萬安好那張單, 叫你早點送去啊 喂, 喂 對不起啊, 家壁 好啊 我顧著針也不知道, 針不進來 怎麼樣啊 我沒什麼 周太太, 陪我去買東西了 好啊, 讓我再喝一口茶 啊 幹什麼 幹什麼啊 我, 我又怕你針進來 啊, 阿蘭啊 這樣不行啦 被人看都可以有什麼好看呢 阿蘭, 你聽我說 我都說沒見過詩小姐很久了 你喝完這些乾燥, 有什麼胃呢 你說過你沒有一個女朋友我不認識的 現在居然搞出她詩小姐來 一會兒要去救同事 一會兒去救街坊 我怎麼知道你們的傻子是什麼 我一向還以為你這個人很老實 原來你什麼都是騙我的 我現在不理你了 以後斷絕幫教, 大家不准過界 是 何必要搞成這樣呢 我現在告訴你 今天在餐室那時候 為了顧存你的面子 我忍著不罵你 我倒些茶落你的三樹 是稍為懲罰一下你的 算了, 阿蘭 我都說過以後不再見他了 你何必這麼認真 我跟經理食七下午 完全是為了職業起見 你也不肯原諒 現在這件事, 你想我原諒得多難 我要睡覺 請你不要再說話 阿蘭 你別撿開我, 副將 阿蘭, 你聽我解釋 我都說同事 我叫你不要和你中吵 阿蘭 你以為你不懂得我睡不著 阿蘭 你別吵就行了 大家都有誤會的 不如說話吧 明天是星期六 我和你去郊外玩一下好不好 對不起 我明天已經約了我的經理去游泳了 什麼呀? 約了個游泳? 好奇怪嗎? 你可以約你那位詩小姐去的 你不用經常找個詩小姐來做擋箭牌 借頭借路就和你那個混蛋去街 我喜歡 你可以和人家去街, 我不可以和人家去玩 阿蘭 你… 我警告你, 不要過界 過界又怎麼樣? 我今晚一定要和你趕緊這件事 加油… 我去給胡斌吧 經理, 危風影相館的那個伙計送照片來 叫她進來 進來? 小姐, 底邊衝好了 我替你放了幾幅 謝謝 喂? 大人, 怎麼樣? Honey, 今天下午去沙灘游泳了 游泳? 你也知道我不喜歡游泳的 不如去街上看電影吧 不要, 我不喜歡看電影 日如沙灘玩 好了, 那我放中工 我回家來接你 經理, 胡先生說那些貨 明天可以下載了 行了, 喂, 李小姐 你今天下午有沒有要接人? 沒有 剛才我太太打電話給我 叫我和她一起游泳 我不太喜歡游泳 我喜歡拍照 不如你和我一起去 我和你拍的照片 好啊 那麻煩你叫阿勝 和我收拾那些東西上車 好 周仔, 怎麼整個嘔吐鬥鬥 整個嘔吐鬥鬥鬥 這次慘了 怎麼慘 昨天我替人吃了一隻死貓 強硬認別人的女朋友是自己的女朋友 我老婆誤會我, 實行絕交抵制 那我約她去旅行吧 那怎麼樣? 她不肯, 她還說 我跟那個經理去游泳 這麼說 沒有了, 游泳 非追蹤不可 追什麼中 又不知道她去哪兒最鬆 又是 幫我有辦法 小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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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那個,是我舊時那個 甚麼? 跟老酒那個 吃了吃了那個? 是呀 我們走吧 你好嗎?不見你那麼久 真壞 你問誰的壞人? 大哥,沒事吧,沒事吧 走吧,走吧 老熊,那個就是你老婆 你為人家傷心? 不如跟我去找阿蘭伯吧 不去了,看見這個人已經沒心機了 你自己去吧 喂,跟麗就跟車嘛 都說沒心機了 如果你不去,我一定還沒心機 來,去吧,去吧,去吧 Honey,看我今天多厲害 太太,你幾十歲的人 就這樣看見沙灘妝,不是多合襯 甚麼不合襯 我這件衣服最合我的身材了 你都說不合襯,你懂甚麼? 我不懂,不過,俗一點而已 俗你的頭,這套衣服正說到 全香港只有一套 正很勇氣嗎? 好… 李小姐 我跟妳拍一張照片好嗎? 好呀 多幾張 太陽呢? 太陽呢? 快點, 走開 你對著那邊拍什麼? 不是, 裡面看得不清楚 我以為你自己走過來了 你死吧, 快點來拍吧 好… 李小姐, 你先拍一下吧 好啊, 讓我先查太陽高 試看… 甚麼? 看得不見? 看得不見 不好看… 不好看 你站好一點而已 不要, 站著靜一點 行了 好 不用拍吧? 行了 怎麼這麼巧啊, 阿蘭 你… 徐經理 徐經理 阿蘭, 你游水嗎? 是呀, 表哥 周先生, 都來這裡游泳嗎? 是呀, 我時常來這裡游泳的 你沒見過我太太嗎? 在哪裡? 我替你介紹了 周先生, 洪先生, 我的太太 秦太太 周先生, 洪先生 周先生是李小姐的粉絲 對呀, 和我一起玩 好呀, 好呀, 等我換了游泳衣 阿蘭呀, 阿蘭, 我替你游泳 我不游了, 表哥 你自己游到夠了 那你不游, 我也不游 不適合我們就在這裡陪李小姐, 好呀 李小姐, 我再和你拍一張照片好嗎? 好呀 周先生, 教我游泳好嗎? 啊? 游泳? 哎呀, 我頭痛, 真的對不起 頭痛呀? 是呀 洪先生, 你教我呀 我呀, 我… 傷風呀 哎呀, 你們這樣呀 帶上游泳衣來也不游泳呀? 好呀, 什麼? 好呀 哼, 我找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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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過來, 帶我開去玩水 可以呀 讓我開去, 你教我游就可以 好呀, 好呀 喔, 在呀… 來吧 究竟你曉不曉不曉得 我認識了, 我喝了兩口 你來吧, 來… 你把背脊給我騎著 阿斌, 我以為我老婆進來了 沒有 怎麼這麼浪力 沒法子 老婆採不合作主義 機會連飯都可以吃 還沒搞定嗎? 還沒 我看解鈴還是靈人 這件事你無論如何 要替我搞定才行 怎麼樣? 你替我老婆解釋清楚 你說詩小姐是與我無關的 行, 這件事替我熬了義氣 我應該替你搞定她 待會我打電話通知詩小姐 去領光餐室 你放下午就自己來 我就把你太太抓去 那四個人都坐在這裡 我替你太太解釋清楚就行了 那就最好了 詩小姐, 胡先生還沒來 是, 他還沒來 請坐 報警 是 找些甚麼吃, 詩小姐 我沒吃早飯的了 去那邊查我 詩小姐, 胡先生要你來 就是為了我的事 因為我太太誤會了你是我的女朋友 和我殺過幾次氣 讓胡先生帶我太太來 希望你替阿厚解釋她才行 行, 事不離實 怎麼能連累你才行 那就最好了 好 謝謝 好 周太太, 別生氣了 我約她們來的 你先過來 周太太, 坐下 坐下 坐 兩位吃甚麼 周太太, 你吃甚麼 兩塊包圓雞絲飯 好 周太太 好 我先向你買周生動血 因為那天我老婆撞進來 我竟然誤會我 就說詩小姐是周生的朋友 我們想不到你 你後來又離開了 我沒有收了 逼著說謊 說到底 是呀, 周太太 我以前真的沒有見過你們的周生 真的 真的嗎 不過我人大得意氣 你罵我 我也不穿老虎 那... 那就沒所謂 是呀 是呀, 我都說你怪錯了我 那你事前不告訴我 我一點也沒有怪錯你 是呀, 是呀, 你就... 那不要生氣了 生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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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著你漂亮, 老婆的漂亮 當然是生氣了 老虎 是呀 尤其是你會說話 現在已經明白了, 沒事了 甚麼沒事 你沒事吧 對不起 對不起 對不起, 不好意思 你幹甚麼 沒有, 水很辣辣的 走 寶貴, 你等我 不好意思 不要緊, 不要緊 對不起 給我一杯咖啡 好 你怎麼知道我們在這裡 我打電話去公司 想找周太太陪我去買東西 那姓告訴我 說你們在這裡 哦 當然我約你那時候 被姓聽到說來這裡 小小姐, 你好嗎 好, 有心 胡太太, 你兒子多趣怪 不止趣怪, 還好作怪 好, 我先走了 我有點事, 再見 好, 再見 好, 再見 周太, 你真是大方 周先生又試和私小姐喝茶 你都不喝醋 她當然不喝醋 都不關我事 私小姐根本是… 你怎麼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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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 阿周 剛剛好像有小蟲子爬我 那樣, 我撐到你 對不起 你怎麼這麼夢盡 胡太太, 你剛才說我不喝醋 其實哪個女人不喝醋 不過我認為甚麼事都要查清楚 無謂冤枉錯人 那倒是 其實那些男人也是 整天在外面偷偷和那些女朋友來往 還須有一天要讓太太知道 如果到時兩方面都不安樂 那就自尋煩了 我也是這樣說 你幹甚麼, 阿明 我插了一條封鎖線 那當然了 你不氣我, 我才會氣你 好, 以後大家不氣 阿蘭, 為甚麼你今天這麼忍嘴 不識穿老烏的東西呢 當然了, 我不想害他們 好像我們兩個這麼吵架 現在趁胡先生還沒回來 我要向胡太太暗示一下才行 何必理人家這麼多事 女人當然要幫女人 等胡太太提防一下也好 阿蘭 進來 胡太太 周太太 阿斌不是和你一起下班嗎 胡先生說去哪裡驗貨 驗完才回來 坐吧, 坐吧 坐吧 小斌 小斌 叫伯母呢 叫我呢 叫我呢 爸爸 到現在還懂得叫爸爸 你真是笨子了 叫伯母嘛 他這麼小, 不會叫的 胡太太 我看見你們小斌 真的有點像你們胡先生 是嗎 讓我看見你了 這樣就肯定我們養你了, 小斌 幸好你知道你們胡先生平時這麼規矩 不然就值得私宜了 我和他結婚這麼多年 難道也不知道他的人怎麼樣 那就是 不過胡太太, 你別說我多口 男人的事只在外面交際應酬 有時候都會把心不定的 這樣啊 那我就拜託你, 有機會給我照顧他 行了, 你放心 小斌, 以後我們就要留心你爸爸的行動 知道了 我回來了 周太太 回來了 是啊 胡太太, 我回過去了 坐一下 不坐了, 我也要休息了 早安 好 你們聊什麼 沒有, 聊閒聊而已 周太太說, 小斌的樣子很像你 哪裡像啊 看上來, 又真是很像 你這麼說, 我的臉這麼長 她的臉這麼短 我說一點都不像 幹嘛 沒有, 看真的像不像 是像啊 你別走著, 放著手下來 人家很尺嘛 人家很尺嘛 好 好, 陳經理 陳經理 來了很多嗎 我剛剛來了, 請坐 好 咖啡 陳經理, 走一下風景好嗎 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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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你的作品 是呀 陳經理, 我對這種藝術都非常喜歡 是嗎 是呀 那下次我找你一起去拍吧 是嗎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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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經理, 陳經理 那張藝術, 你看看好嗎 我看, 大致都一樣的了 都不用怎麼看了 你回去找人打好他 拿去我的酒店等我簽 好 好 陳經理, 你對這種藝術都很有心得 是呀 我其他事後還沒有 就是喜歡這道菜 是呀 陳先生 好, 你來了嗎 是呀 我給你介紹一下 這位是大興行的陳經理 陳經理 詩小姐 詩小姐 請坐 請坐 喝什麼 請坐, 請坐 請坐 陳經理 是呀 這句話都沒有聽 我差不多去暈了 我都認為詩小姐是最漂亮 是嗎 你的眼光, 的確好東西 詩小姐 陳先生是新加坡來的 將來有機會 請陳先生帶你去那邊玩一下 想我們當然很想 不過詩小姐不知道有沒有這樣的興趣 有了 我也不知道想那邊玩多久 是嗎 就這樣我們拍一下詳細聊就行了 好呀 陳先生已經不嫌威了 請我坐下 我一定去探望你 你住在哪兒 我住在金橋公園二樓二十四號房 金橋公園在哪兒 我知道 我陪你去 小姐 你和你老婆的事怎麼樣 搞定沒有 沒事了 沒事 我主張你打電話給老虎 暗中 查看你老婆和陳經理的行動好些 不用打呢 打吧 不打 我和你搭 你零食多事 你吵吧 喂 大英公司是嗎 不關你的胡斌相聽你的話 我是了 哦 周仔說過的了 行了 我會的了 我會的了 李小姐 那份合作你和我打一打 哦 哎呀 這個公仔很有趣呀 挺好玩的 這個是人給我做版的 我想我辦這支貨呢 就送你歐洲 哦 三杯 這個送給你好嗎 送給我 什麼 不要了 我留都沒用 謝謝你 你拿去吧 你去吧 你去吧 經理 什麼事啊 沒有 我想進來請示你一些東西 什麼 忘了你 是呀 啊 你想起來才來 啊 經理 你想起來跟我說什麼 我記得了 我想請示你萬安行那匹貨 等於提早寄出去 提早 是呀 這匹貨就昨晚寄出去 你怎麼解的 是啊 我忘記了 經理 嗯 今晚你塞塞暈暈 不知道是不是發燒呀 不是呀 對不起呀 經理 你怎麼了 我 我 我看看 看看 我看你一定有病了 不行啦 喂 快點我們看看病啊 哦 我馬上去 咦 你這個時候會來的 老闆叫我看醫生 其實我沒有病的 我就趁機來看看你 看看我 這麼有心 不如回去看看你老婆吧 不要這樣 不要這麼無情吧 就算大家說好了分手 我坐診也可以 我沒事呢 你坐多久也沒問題 現在我剛剛有些事 麻煩你但是再來 什麼事不緊張呢 哎呀不是啦 都叫你快點走 我不是啦 我不是啦 人家說偶斷也有私戀嘛 甚麼你說的 哎呀不是啦 誰呀 我呀師叔姐 我和阿長激美 你咬 你咬 你咬什麼呀 你啊就是大兄公子 那個長激美 就來吧 打打打 我剛上換衣服 用什麼換?你以為這麼漂亮? 小婆呢?地方很屈質 我房間佈置得這麼骨子,都說屈質 陳先生,你過獎而已 陳經理,試口煙呢? 謝謝 你的嘴口呢? 我剛剛吃過,但是... 上畫面嘴口呢? 請坐 隨便坐 師小姐,你是不是很願意跟我去新加坡呢? 當然了,去那邊可以隔著你 才怪你會嫌棄我 怎麼會嫌棄你呢?真是窮子不得 我叫陳經理替你辦手續 好啊 老蠢,我打定她 行,那師小姐,你準備搬搭相片和身份證 天天,你打電話給我 我說叫公司的職員 和你一起去移民國 他已經辦過很多次了,很熟行的 那行了 我現在和你去吃飯 讓我再送你上班 謝謝 我約了財訪,他說六點多鐘送衣服來給我 不適合我們約你給你們吃飯 等我自己來好不好? 那我稍後叫司機來吧 不好意思的,我自己坐得市來就行了 你這樣…老蠢,你說去哪裡吃飯好呢? 新華刀好不好?新華刀,好不好? 好啊 那我現在先去,一點鐘你來 好啊,再見 再見 再見 你不要失約 當然了,我失全世界人的約 才不會失你的約 是不是 再見 再見 我扮成這樣樣子 我扮成這樣樣子 我老婆就不會說兒子像我了 你幹甚麼? 阿芬, 我告訴你, 今天我去看相 那個看相佬說我人中赦, 沒錢剩 她說, 如果留回長鬚, 有錢剩 看看吧 又不是真的, 有甚麼好看呢? 又不是這麼說了, 為了剩錢, 不好看就要的 不是挺威風的? 多謝, 謝謝, 九姑 好啊, 請不要麻煩 要分啊 要呢? 阿芬請去吃朱古力糖 謝謝 九姑, 九姑, 花筆回來沒有? 周先生還沒回來 阿芬先生呢? 周太太 阿芬先生, 怎麼不見你一會兒 你長了這麼多鬚? 是, 安上去的, 今天很流行 是嗎? 是 那你又說看相佬叫你長鬚? 是, 看相佬是這麼說的 是 阿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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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芬太, 看來看 這個更像 那你以為是長鬚才有錢, 還要拔掉他 是 阿芬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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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玩 挺有趣, 在哪裡買的? 秦經理送給我的 秦經理送給你的? 他做甚麼事送給你? 貪玩而已 貪玩, 你看 你叫公仔在那裡輪流絕嘴 他這種傢伙, 一看就知道了 他明明向你挑逗 你真的甚麼都想得出 看見個這樣的玩具 居然想出這麼沒來拉家的東西 你當局者迷, 當然是沒來拉家 其實他的陰謀一字那麼淺 你無理取鬧的 不說秦經理送給我 完全沒有別的意思 就算他有 你也不應該這樣的態度對我 你以前追求我一會兒 又說愛我, 又說甚麼都信任我 為甚麼你現在對我一點信心都沒有 如果你想我對你有信心 你又不要接受他的禮物 你明知我不喜歡的嘛 你這麼小器, 我就特意和他好一點 你試試看 陳福全先生在那裡嗎? 還沒回來 他正確有電話回來說就回來的 先生貴姓 星秦 星秦 他有電話說叫你等等他 你跟我來五二五 那 大興公司 請李小姐聽電話 你貴姓找李小姐 經理, 請你等一會兒 喂, 陳經理 我剛剛打完了 那你馬上拿來雲都酒店五樓 我在這裡等你 我知道了 喂, 我是 是 你胡太太 沒有, 他們安闊了一條街才進來 哦, 難怪一找就找到了 喂, 我現在出來想去買東西 你走不走得開 我現在要去雲都酒店交些東西給經理 交了給他就沒事了 不對, 你在雲都地下等我呢 哦, 就是這樣, 謝謝 Dana, 你叫我出去一出去 哦 喂, 北新公司 麻煩你叫周家碧聽電話 喂, 老周 喂, 經理現在叫他雲都酒店五樓 是, 說就說送俠童去吧 不過我看你也要去看好一點 好, 好, 那我馬上來 好, 好, 怎麼樣 原來那個壞經理 約了我老婆去雲都五樓 死了 死了 雲都五樓 是呀 這個是高潮 高潮 喂, 你快點應付他 要不然他就崩位了, 去吧 那…怎麼去 慢著, 我有辦法 你馬上去叫那個壞經理太太一起去 那我就拿攝影機跟著來 拍了他的照片, 那就無所遁形了 我去哪 我什麼, 去哪 我… 陳經理 陳經理 你來了嗎? 我等你很久了 對不起… 陳經理 我再帶詩小姐回來 談談張華的詳細計劃 好… 那你倆慢慢談吧 黃定我的合同 叫人拿來還未來 現在我去總面等 那不是 我有個朋友, 兩公伯 在隔壁五三一開了間房 他這幾天去了澳門玩 還未回來 那你就隨便去那邊坐吧 好 你們慢慢談吧 我黃定收閒 沒件事啊, 陳經理 不要緊的 進來吧 你帶你重經理去五三一 紅三間房的草客 陳經理 跟我來 我想見 好… 好… 喂, 大慶公司嗎? 我經理啊 李小姐出…出來了什麼? 李小姐出了街 經理啊, 我是胡斌 好啊 既然李小姐出來了 那你跟我走一次吧 我剛才忘了告訴你 他拿來那份 和陳先生簽個舊下童呢 這份下童呢 就在我的寫字台左雙貴筒 你現在拿來 雲中酒店五樓五三一了 我知道了, 我馬上拿來吧 你又叫我拿一張舊合圖給他 我見周仔的老婆和他沒什麼的了 不是啦 還是打電話給阿周仔才行 好… 喂, 百姓公司嗎? 周家碧先生在這裡嗎? 喔, 他出街嘛 喔, 麻煩你 找誰啊? 請問你秦主見先生在多少號房啊? 在門三一, 你歸稱啊 我定你的 我帶你去 過來 進來了 陳先生, 有位李小姐找你 請他約來了 經理 經理, 沒什麼事, 我先回去 慢慢來 慢慢來 這裡又打錯了幾個字 是嗎? 我…我照你的原稿打的 對了, 我忘了解回原稿了 因為那旋期不准 我就想過交付日期改長一點 這裡是一個月, 就去六個禮拜 就行了 喔, 那… 不如我拿回去再打一個 那就太累了 不如這樣吧 你去買一瓶的退脈肉水 我幫你洗掉它 然後蓋回 喔, 我現在馬上去買 好 火記呀 什麼事? 為什麼你拿這個緊水來 好 好 謝謝 周太太, 去得了嗎? 不要去買東西 有件事更重要的 什麼事? 我剛才見到詩小姐 在五樓的房間 後來又見到你們在胡先生上去 我猜他們一定是約定來的 詩小姐 是呀 就是那天和喝茶那個 他是你們周先生的朋友來的 不是呀 他實在是你們胡先生的情人來的 不過那天你剛剛撞進來 胡先生硬說是我們家必的朋友來的 是呀 那他們現在在哪間房間? 好似在五樓五二五號房 好似在五樓五二五號房 黎, 你跟誰叫Ada? 跟誰叫我? 你管我這麼多 好似在哪兒 喂 當時還不裝得到你 你們還有什麼話好說 為甚麼來這裡 為甚麼 你不是你 喂, 你別走 你這死胡璃經 你問誰呀? 甚麼胡璃經 不是甚麼事 有甚麼事好說 有甚麼吵 有甚麼吵 進去說吧 進去說吧 你為甚麼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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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搞甚麼鬼 你們 他們無緣無故在那兒吵 你趕了出去 是呀 甚麼, 趕我走 你想把我老公這麼勇氣 你別走 別吵了… 甚麼吵 阿斌, 這件事你搞錯了 搞甚麼錯我沒有搞錯 你想不認是不是 你們不要動 你怎麼搞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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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好看 不拍那幾張照片 你怎麼搞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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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張照片 走 我自己會走 我們走吧 不要搞人 走, 你想走了 進來, 進來吧 走吧 你們還不走, 快出去 不關你事, 你別說話 甚麼不關我事 是我的 我搞清楚這件事, 我就走 我都不進了房間 你老公一定會進去 究竟那個是你老婆 還是你表妹 當然是我老婆 不然我怎麼這麼緊張 那為甚麼那天你誤誤是你表妹 我 她想做這份事騙你們 只要是我的老鬼作怪 是 跟著你 好 幹甚麼 多人不行 如果我們這樣貿貿然進去 一定是打草驚蛇的 讓我想個辦法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房間 甚麼先生 這個房間有甚麼人在這裡 有個上海人在這裡 現在又有一個女孩子進去 是嗎 是嗎 喂, 老闆 這房間有沒有人住 沒有 你們是不是想開房間 開給我看看 好 好 合不合 合不合 這房間多少錢 三十元 待會我們出去註冊 好 有其他房間出去裝一下吧 好 好 這幾個 我拍上一件最最名貴的書 你就最合我心水 謝謝你 豈有此理 你現在幹甚麼 作死人 這麼遠你怎麼跳過去 看得到 開來看嗎 她隔離房間鎖住 我進去 好 你這麼用力 這樣勤飛就夠高了 怎樣 你蹲下 我騎你駁馬 你騎我駁馬 這麼大個老爬 你幫承不起嗎 我都沒夠二百磅 來 好 行, 你跟著 你爬 嗎 你叫她 你叫你 我 還要 去 你叫我 你叫我 我叫你 老闆死了!站穩一點! 沒有!沒有! 你現在不要下去,不要亂說 你看旁邊的房間等我們 是嗎? 你在那邊鏡頭看見他 你為什麼知道我們在那裡? 我知道,不只存在一個人 我都以為他所不計 不如我們想他們,你乖開出去 我們跳舞,好嗎?你過去去吧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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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蘭,你來這裡,你對得我住的 你這裡幹甚麼對不住? 你叫我來的 是嗎? 這樣才會害怕 是嗎? 是嗎? 有公事就在公司搞錯了 為甚麼要來到酒店 當然有些事公司不坐得來酒店 走去吧 是不是?不打自招 照照照照照照照你的頭 你小人之心讀君子之福 當然是以為我們五三四 特意來這裡幫我們 當然了 你真是王中生有了 我告訴你 我和新加坡那個老陳 甚麼老陳 我老陳 我老陳? 真妥一件大生意 我叫李小姐拿合同來我的青馬 如果沒有這隻雷精 我老公會把雷精 不要把雷精 不要把雷精 你幹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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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姐 她到底是誰 我是她老公 怕甚麼告訴你 是嗎? 就行了 是呀,經理 因為胡先生說 你不喜歡請結婚的女職員 所以我說她是我表過來的 我騙了你,真是對不起,經理 沒問題 雖然你結婚了 不過你的工作我很滿意 我叫你做下去 別吵 你說吧 你認不認他有關係 阿胡,你為甚麼不認 是呀,我是跟他住的 你現在的兒子也是我跟他生的 我也猜中了 不是兒子沒那麼像你 難怪你又黏鬚又戴眼鏡 原來你就是怕我識穿 我這輩子只是這件事 對不起你 不過我可以誓願的 我已經跟他說好了 脫離關係 所以他把兒子給我養 既然你跟他脫離關係 為甚麼你約他來這裡 不是我約他的 不過我來這裡找經理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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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經常說這房間是我的 你的眼睛是不准 那你以後還敢騙我? 還敢嗎? 我都說這件事很悔恨 你們來找巡經理是嗎? 是 他現在在五三一坐 即是那間合作 搞錯了這麼大件事 這樣也好 以後不用大家誤會了吧 進來吧 你們來吧 是 沒事了 我回去慢慢說給你們 你呢? 我 我們都搞定了 經理 都知道阿蘭是我太太 是呀 經理說讓我繼續做下去 經理 那個舊合筒我拿來了 這個不用了 陳香 這張合筒你看看吧 好 等我待會兒看過之後 今晚吃飯的時候一起穿 好 兒子 大家看著我 好 又是你的樣子 老婆 什麼 肌腹被你害死 什麼害死 喂 其實我老婆總之幾應派 你整天加上勢 我總之暴風俗影的事 現在什麼事都沒有 真不真的 什麼不真的 真不真的 不是真的 喂 你快點向我太太道歉 喂 向我太太道歉 道歉 向我太太 道歉 道歉 早大 對不起 是 別怪我 當然 我 你看著 所以我說 coordinate 你應該是不相尊重 是 不相誠乃 聽見沒有 不相信乃 聽見了吧 聽見了吧 你拿著什麼? 幹什麼?我看看什麼 幹什麼這麼多這麼難看的照片? 這些是技術品,我幾十歲的人 什麼事我都沒有,看也不行 不准看也不准看